任何人不只是顏寬恆或傅昆綺 任何人去做他們兩個昨天做的事 都會被繞過 那他們做了什麼事 好 傅昆綺他跑去龍井驅公所 要等 因為那個媽祖看起來 他是要往龍井驅公所的方向去 傅昆綺跟他老婆徐振衛兩個人 帶了一大堆人 在龍井驅公所拿著箱 要等他進來 那你知道對超跑來講 他要走的嗎 有一群人擋在前面 我不繞你繞誰 我不然難道要踩過去嗎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來就沒有在那邊停 所以他們一群人在某一個 對 你知道 從媽祖的視野來看 傅昆綺槍是繞了一群兄弟在堵他 你明明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你看我是臨跑者 我要保持極行軍 我要在每一個入口決定 這一大堆十九十八萬人的 下一個方向 結果前面有一群人在入口堵我 不知道的以為是來吵架的 所以他當然要繞過去 媽祖有沒有跟你吵架 他就繞過去了 那第二個做這件事情的人 是顏寬恆 他在龍井的宇球 某個宇球館 失利的宇球館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還做牌匾 他還做一個大門門牌 然後他繞的人更多 我在地的 我超級多人 對媽祖來講就是 哇塞啊這個又是哪一招 先來一個在前面擋 先來 先來一個在前面擋 後面又一個賭我的路 我不繞過你繞過誰 好 白鯊圖媽祖這個繞境 很多人都會去現場 想要軟腳腳 但要請教3Q 當然這一場宗教盛事嘛 那很多政治人物也會有去 那到底有沒有獲得媽祖的青睞呢 可能就不一定了 好 我們請教3Q 顏寬恆呢 二鷹白鯊 媽祖被繞到了 婦婚祺夫婦也被直接閃過了 現在被網友截圖下來 怎麼一回事 怎麼會這樣子呢 在這邊跟全國的民眾 因為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參加過 白鯊圖媽祖的繞境 那白鯊圖媽祖呢 他的繞境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走得很快 然後他不知道會走到哪裡去 所以大家是最享受的事情 是那種不確定性 那種浪漫 那種跟山魚海洩扣 去到不同的路口的那種心情 那於是呢 所有的民眾都會希望粉紅超跑 在這個路徑上 能夠一路暢通無阻 這是慣例 而且是一直以來的事情 曾經有一年 粉紅媽祖在過河的時候 大家在講說 他是要走這個橋 還是要走那個橋的時候 粉紅媽祖只是 直接衝下河流 就所有人都衝進去 對 真的啊 衝下去上來的時候 大家褲子都濕了啊 但是很開心 大家也跟著下去就對了 這個就是與台灣土地的 這個親熱 別河啦 有趣啦 但是當時 這兩個人昨天幹了什麼事情 坦白講我也不會 因為他們是政治或幹嘛 我要先講 任何人 不只是嚴寬狠或傅婚祺 任何人去做他們兩個昨天做的事 都會被繞過 為什麼 那他們做了什麼事 傅婚祺他跑去龍井區公所 要等 因為那個媽祖看起來 他是要往龍井區公所的方向去 傅婚祺跟他老婆徐振衛 兩個人啊 帶了一大堆人 在龍井區公所拿著箱 要等他進來 那你知道對超跑來講 他要走的嗎 那有一群人擋在前面 我不繞你繞誰 我不然難道要踩過去嗎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來就沒有在那邊停 所以他們一群人在某一個 對你知道 從媽祖的視野來看 傅婚祺槍是繞了一群兄弟在賭他 你明明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你看我是臨跑者 我要保持極刑軍 我要在每一個路口 決定這一大隊 十九十八萬人的下一個方向 結果前面有一群人在路口讀我 不知道的以為是來吵架的 所以他當然要繞過去 媽祖又沒有跟你吵架 他就繞過去了 那第二個做這件事情的人 是顏寬恒 他在龍井的宇球 某個宇球館 失利的宇球館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還做牌匾 他還做一個大門 門牌 然後他繞的人更多 我在地的 超級多人 對媽祖來講就是 哇塞 這個又是哪一招 先來一個在前面擋 先來一個在前面擋 後面又一個堵我的路 我不繞過你繞過誰 你都把我路擋死了 我要怎麼走 所以今天不是他們兩個的問題而已 而且你去跟他們兩個講說 今天如果有媒體去讀賣 他們一定說 媽祖本來就這樣 我們就生意有搞得好 我跟你講他們一定會這樣子講 所以大家要先了解 粉紅超跑的習性 我不是刻意說什麼 看到藍的就閃 看到綠的就停 沒有 他就是他的 他在行進的路線上 就是這樣子 是他們兩個在當攔路虎 不是我要繞過你 我後面有十八萬個人 等著我往前走 我停下來 你要他們幹嘛 他們沒有事情做 所以 媽 當然粉紅超跑 住駕的地點 會是大家討論的地方 他今天住駕到輪胎行 然後大家就會討論他 住駕在醫院 住駕在農產公司 希望台灣的這個六處新旺 住駕在陸寮的成衣商圈 希望這個商圈 可以有蓬勃的發展 不像大甲媽都會住駕在研青標服務處 不會住駕在國民黨議員服務處 所以他們就乾脆變行動辦公室出來懶 懶你懶我當然要跑 可是我想說這種懶的方式 不是就是軟腳 然後大家就一個個趴在地上就好了嗎 就等著這個白沙豚媽祖軟腳 過去就好了嗎 不好意思麻煩這些位高權重的委員大大 他們也是有拿香有櫃 所以我說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只是你的行為本身就跟粉紅超寶的習性衝突 所以被說是繞過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持平的說法 那我必須要特別感謝白沙媽 雖然我現在沒有當了 不過在那段時間 他兩次有來我們陸寮商圈住駕 然後也一直讓陸寮成衣商圈 變成全國的焦點 我想陸寮殺戮的群眾 都非常感謝白沙媽 但要請教易三哥 因為我是沒有跟過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就是很多人說白沙豚媽祖 是不安排李出牌 很驚訝 你也不曉得他要去哪裡給誰祈福 那只不過那麼剛好 因為我記得很久很久之前 我播過新聞 就是他還特別去嚴金標他們家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軟過 就沒有到顏寬恆這邊 有人說是不是因為他之前 住駕正南宮的時候 已經看過顏寬恆了 所以就沒有必要再看第二次 好 那那個復婚期的部分 復婚期就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被閃過 我有順利迎駕喔 是粉紅超寶太過隨心所欲了 這有時候政治人物 可能沒有被這個迎接到 是不是有點尷尬呢 對 所以神機人不要亂搞 所以那個顏寬恆 做了太多壞事情 問我們三哥就知道 這我們需要問的喔 問我們三哥就知道了 你還要他脫一個人下水 對不對 三哥你一定說一堆的 所以復婚期也是做 不要收拾的 壞事 因為神機真的會顯現 這一次包含剛才講18萬人 實際數字叫179971 順過來倒過來念 都是1799 一起99嘛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很喜歡 白沙豚媽祖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常常會顯示神蹟嘛 這次已經顯示好幾次的神蹟 包含到了所謂的院裡市場嘛 因為院裡市場裡面有火災 他們要重建 所以他特別去工地喔 那工地主任還覺得說 欸 怎麼跑到我工地 還趕快開門給他進來呢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所謂人去決定的 而是神 他覺得說我現在要衝到哪裡 而所有的扛教人 其實都會進入一個神 所謂的神的一個狀態嘛 所以他們衝哪裡是沒有人知道的 包含這次復婚期 那叫做藍教啦 那不是叫做淫教 他就是中間覺得他會過來了嘛 我住人啊 所以你一定要過來了 結果沒有嘛 人家就直接去警察局休息嘛 而顏清彪 顏寬衡 他們本來就已經去鎮南宮了 你在鎮南宮等就好了嘛 他本來就會去鎮南宮 所謂的四媽會嘛 所以你本來在那邊等就好 你還故意去拉出一群人 表示我不只是鎮南宮 我現在還是立法委員 媽祖才不是說 你是立法委員或總統的 人人平等 真的 而且人身平等 而且他覺得該去的地方 就應該去 譬如說他這一次 特別去彰化的秀船醫院 停教了15分鐘 只是為了看了一個小妹妹 這個小妹妹因為生病 所以在跟隨了 非常信仰這個白沙屯媽祖 所以他為這個妹妹來祈福 因為他住院了 對 所以白沙屯媽祖 為什麼信仰者 這麼多的原因是 因為他雖然不按牌理出牌 但是他不分階級 不分人種 各種人 他只要有需要他幫忙的 他都會去幫你所謂的祈福